DM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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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美女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All About Feeling的頻道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最近又報了美美假期三天兩夜的團 大家看到這裡就是一間茶餐廳 我們今次早了去到羅湖 打算在那裡吃早餐 然後才上車出發 這間就是美美軒 我們點的都是一些比較港式的早餐 就這樣 什麼 什麼 嘩 嘚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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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我沒想到不太 什麼事 拍照看 然後我們就正式出發了 首先要去的地方就是佛山 車程方面大概是一兩小時左右 所以我們去到比較早的11點左右 我們就先吃了午餐 這個午餐也是農家菜 餐廳餐廳 比較特別的菜是炸鮮奶 另外還有豬麵肉 都是特色菜 平時比較小 比較特別的是他們可以加錢 去要這個雙皮奶 沒記錯好像是10元一碗 然後吃完飯之後 我們就上車去了這個 羅浮宮國際家居博覽中心 裡面基本上就是賣各式各樣的家居產品 基本上整個商場的裝修都是比較勾式 還有辦這個羅浮宮 其實這裡也是一個4A級的室內景點 然後我們就去了這個星座廣場的地方 這裡也是給大家拍照 也會看到有些其他人 也會帶攝影師去打燈 拍照 好像小小世界一樣 哈哈哈哈 哇! 人家在這裡 然後我們就參觀了這個價值14萬的浴缸 據說是用玄石雕刻出來的 所以就很罕有 而且比較名貴的 就去看一看這個浴缸 走完之後就去到我們整個團的重頭戲 就是去這個廣東千古城景區 那裡面基本上就是去看不同的歌舞表演 還有它會有不同風格特色的街道 就給大家可能去吃東西 去參觀一下 去拍照 那游都很好 在我們下車之前就發了這兩張照片給我們 那就是一個園區的地圖 還有另外又會有一個不同表演節目的時間表 那因為我們都是去半天 時間都很闖綴 所以就可以跟著這個時間表 盡量看完這麼多的表演 還有玩了這麼多東西 轉轉吧 哇! 不是要是61至63 61和63是隔離的 不是中間有一個是另一個 是一樣的 要介紹一下嗎? 為什麼是一樣? 怎樣? 單數 61、63 一進到門口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這個噴水池 聽到很多人在大喊 一感應到聲音就會噴高一點 沒有人說話就會噴低一點 然後一路沿路走 我們就會去到市井街 這裡也是比較中國特色古風的建築物 經過這裡之後就會去到封城街 就是比較阿拉伯特色的裝修 再走過多一點 就會在這個川越街 這裡基本上就是 上一個年代的香港的一些建築特色 我媽媽就說好像繁花裡面的 backdrop布景一樣 這裡也是有些小小的餐廳 food court 還有賣飲品 還有夾公仔機 可以給大家去玩 去玩吧 然後出回室外的地方 就會看到一個溪水區 都有位置給你買泳衣 以防你真的忘記帶 然後我們就去了看這個舞台表演 就是叫做大地震 其實它整個表演就是圍繞著民村大地震的故事 重新再演繹一次 看完這個表演之後 我們就回到川越街 就會有一些演員 就穿一些旗袍 就是以前香港特色的服裝 就會去表演 跳舞 我覺得這個位置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二樓 就是從上面看回去看他們的表演 我覺得這個是另一個感覺 而且也真的不錯 因為地上實在太多人 你上到上面反而會看得清楚一點 看完表演之後 我們就去了一間餐廳裡面 坐下吃東西 有些雙皮奶 或者小籠包 那些本來想叫你吃的 都說賣光 沒得叫 所以我們叫了這些食物 味道就不一般 都是甜飽的肚子就算 接著我們就繼續去玩一下 不同的遊戲 和看不同的表演 是一個螢幕 現在這個就是一個3D螺絲影院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以坐在玻璃上面 然後看螢幕 它是180度都有的 就是一個沉浸影院 挺值得去看的 挺新奇的 不過看得來是有點頭暈的 不過它整條影片都是6分鐘 5分鐘左右 所以都OK 其實這裡最特別的就是 就是它去到晚上7點鐘 就會有一個大型歌舞表演 叫做《廣東千古情》 它標榜著說是一生必看的演出 社企時代 到現在整個廣東這個地方的發展 累累每個時期都會趕一點 而且它會結合了 可能有騎馬 或者釣歪踩的場面 還有不同的歌舞表演 其實都挺好看的 也挺值得去看 還有它的舞台設計 它的燈光 還有不同的道具 相景設計 其實我覺得都挺漂亮的 所以 那時候就很專心地看 所以就沒有特別拍到什麼鏡頭 但是我都挺推薦大家 真的親身去看一次 對了 那這個晚餐 就是我們在園區裡面自己自費去搞定的 所以 我們離開了園區之後 就直接回到酒店那裡休息了 那現在呢 就跟大家開箱一下 我們第一晚的酒店先啦 那這一間酒店呢 就是 卓敏酒店 那它就是佛山五星級的酒店 那大家看到它的裝修 都是比較新啦 我自己個人都挺喜歡這一間 房間的 那這裡也是有泳池啊 有dream room那些啦 不過我們就沒有去那裡玩啦 那附近呢 走五百米左右 到油滑 就會有宵夜街啦 還有會有超市給大家 可能買宵夜吃 那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周遭的配套來說 這間酒店也挺不錯的 很好吃的 Golds 我愛你 醒了 浪八 中了你的饭拳嗎 不是 不會中的 唱得很好聽才會中的 你都說得到榮巴雅 走啊 你有沒有拿卡啊? 有啊 這樣可以啊 走啊 沒心情啊 可能真的有卡 是嗎? 卡 好餓啊 吃早餐吃早餐 沒有冷氣啊 沒有什麼冷氣 第二天我們就來到這個餐廳的位置 去吃我們酒店的早餐 大陸的地方冷氣真的不夠 坐下來吃的時候都覺得有點熱 這個酒店的早餐選擇也不算很多 什麼都有 麵也有 粥也有 西式的也有 麵包也有 但是就不是說選擇很多 不過不要緊啦 就是簡簡單單吃個早餐 吃飽了 之後我們就繼續我們這一天的行程 好啦 那今集的內容呢 就來到這裡先了 那遲些接下來的行程呢 我們就下一集再和大家分享啦 因為要不然這條片實在太長啦 那喜歡這條片的 記得like share給朋友仔看 subscribe這個channel 有什麼都可以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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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